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 今天大盘涨了552点 大家心情是不是很开心啊 好 记得前几天来 记得前几天有一天啊 上个礼拜五大盘不是那一天 盘中叠一千点吗 我跟大家怎么讲 我说来别人恐慌的时候 我要贪婪对不对 大家跟我轻松剪钻石 好 如果这几天你跟上我贪婪的脚步 我相信今天手上就有好几朵花咯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 我带我们的家族成员 我们捡了哪些钻石 来看一下 你看红海有没有 昨天我跟大家说 再来的机会会在哪里 会在红海 来你看红海果不其然就从昨天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到今天对不对 今天超强的 涨最高来到157 我带我们的家族成员 我们也这个价差有10块钱以上 好 除了红海之外 再来就是今天我们的成员店 你看我们的成员店 我是来回做 我今天有在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好 我们看一下 一大早回测的时候 在71块附近 我们做一个再度的加码 今天冲涨停 对 好 除了成员店之外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系统 对 说好的幸福 今天还是持续的上涨 来 你看系统 哇 再度站上七字头咯 我多少带大家介入的 来 在这边 四字头 有没有 你看即便大盘跌了一千多点 前几天对不对 依然强势从四字头 再度站上七字头 波段获利也是四十几%对 好 除了系统 再来安国来看一下 今天神盾集团一样超强哦 你看安国我在150带大家 我们的家族成员介入 对 我们买在150 你看今天最高来到哪里 今天最高有来到178哦 我们还是颇端获利当中 当然还有很多来不及讲 等一下一一再来跟大家 做这个详细的介绍 好 那这个我还是先回来看大盘好了 因为大家最关心的还是 哇 老师今天涨了532点 后续怎么看 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哦 低点已经过了 如果这三天对不对 站上来 如果这三天强势站上 这个高点都没有被回补 其实大盘就上去了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这个很 就是没跟上 你是不是很懊恼 早知道前几天 老师在说这个 轻松减赚时低点 不会再来的时候 介入就好了 没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 股票市场任何一个时间点 第一个你只要买低 相对低点我们买低 再来选股选对 选到主流 对不对 下一个阶段暴涨股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 赚取这个吃诊断 赚取这个主身段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你看 我昨天大家没信心的时候 我还是跟大家怎么讲 我说外销订单转正了 没有理由看坏 因为我们的外销订单 已经终结五季的负成长 对 好 再来 你看我说电子公司库存改善了 对 那有一些电子公司 它回补库存 那就是说 你卖多少都是赚的 好 来 再来我也跟大家怎么讲 我说现在就是 六狗理论 大环境是主人 经济的基本面 那现在呢 这个大盘就是小狗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就是说 有时候这个 像上个礼拜五叠 就是很乌龙 就说中东危机 然后战争 好 那这个是超叠 那我也讲 超叠 可是环境是好的 整体经济环境是好的 所以指数渐渐的 就会回归到基本面 你看今天是不是 就涨上来 对不对 好 再来 我说有一个现象 大家要留意 我昨天就是这样讲 我说当外资 蛮奇怪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当大盘回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散户走到不死 结果外资怎么样 悄悄的 外资悄悄的 把资金转到哪 AI相关 你看果不其然 你看今天 广达是不是涨停 对 这就是我说的 外资其实悄悄的 它资金都开始做买进 有一个手法 感觉起货放空 但是现货 它又开始在低结 对 好 来 再来 你看 我讲 AI还有什么 机器人相关 你看索罗门也是续墙 根本就是打开之后 就是它被 它解禁之后 还是持续的上涨 对 机器人概念 还是活泼乱跳 好 再来你看 跟这个设备相关的万润 你看昨天讲的万润 你看6187 今天还是续涨 今天最高来到涨停 所以这个大环境总金是好的 所以我说今年 2020年每一次回撤 真的要把握资金翻倍的机会 好 再来我们来验证一下 你看那一天跌 有没有 礼拜一 4月22号 我怎么讲 我说指标 对不对 来到25K值 这个礼拜要反弹了 哇 我们来验证一下 有没有就这样 礼拜一讲 这个礼拜要反弹 今天就涨 昨天涨100多 今天涨500多 是不是这个盘都 我事先都跟大家说的 对 好 再来 我也跟大家讲 大家没信心的时候 我都陪伴着大家 我跟大家说 单日跌600点以上 往后一个月是涨的 所以真的要把握 多头市场就是这样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当下 当下跌下来 我跟你说机会来 真的要买 不要每次都错过 对 那都要怎么样 都要等真的上去了 你才觉得早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真的没有早知道 那过了就算 现在我们要把握什么 下一个暴涨的族群 那我帮大家找到 好 来 你看 今天最强的 就是跟这个 这个散热相关的 再来机器人 因为特斯拉 对 马斯克他说 他这个明年会开卖 这个人型机器人 好 那我也要跟大家讲 我说今天已经回补 礼拜五的缺口 19992 所以低点正式已经过了 那接下来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我说手上的股票不要多 你要把什么 资金要做最有效率的运用 把一些空头走势的 把它转到什么 未来有机会暴涨的 这样子才能就是 我一直讲 跟我第一档 我帮你翻身 把套牢的股票 我先帮你赚回来 那第二档 我就帮你资金翻倍 好 在 今年的景气无庸置疑 因为美国总统要大选 所以股市不能太差 再来库存回补 我也讲过了 然后我们景气灯号延续绿灯 那今天的台币升值 所以整个来看 这个都是对股市来说 都是利多的 好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 比较强 最强的 来跟GB200相关 很广达 那鸿海 对不对 我昨天就讲 今天超强 这股本多大 今天都会涨 我就是领先市场 我昨天第一时间 就提示大家了 好 再来台积电 来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你有没有印象 台积电在这个770 就这一天 大跌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其实它的这个目标 就是位置已经到了 这边已经算 外资算的合理价位 对 在这边是一个买进 不是卖出 你看今天台积电 就上去了 对不对 跟AI相关的 你看今天台积电 涨多少 涨29块 好 来 我们先讲一下 那个股票好了 因为这个大盘 我不是做期货的 这个大盘大方向 就是看多 然后我跟大家讲 现在接下来你要怎么样 才能够赚钱 第一个一样 你要换股操作 把手上没有效率的股票 我们把它换到下一个会暴涨的这个股票 那下一个阶段会暴涨 我看好是什么 AI 因为这个AI它回撤 这一波真的回撤太多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来 我昨天跟大家讲什么 GV200 鸿海 对不对 鸿海集团其实昨天就开始在发动了 对 好 那这个我先带大家看一个影片 我昨天怎么讲的 那今天再来 我们再来延续昨天的话题 好 导播帮我放一下这个影片 看像今天的鸿海有没有 其实鸿海它创高回撤在这 不用把它放大 其实它已经指稳了 所以下一波应该会是在这 机会会在这里 好 除了这个鸿海之外 好 我先带大家看 你看鸿海有没有 你看外资昨天买一万多张 投信也买 下一个机会会在这 好 再来 来 除了鸿海之外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鸿家军 鸿准其实也蛮强的 来 你看鸿准 哇 有没有 长鸿棒出亮 对 也创高回撤 好 你看这边比较清楚 当它在这边 低档在这边整理的时候是没有亮 它长鸿棒在攻击的时候是出亮 一样哦 你看 投信也开始做买进了 好 我们这个恭喜昨天跟我们家族成员 手上有鸿海的 其实今天都赚多少 赚了12块钱 好 我们来看一下鸿海 它为什么我看好它 其实它也有水冷散烈哦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 像辉达 有没有 辉达它跟鸿海 有没有 它们要共同打造一个这个 就是类似这个AI伺服器艺人的机会 那鸿海其实它有接到订单 所以呢 这个辉达 它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 它这个AI伺服器是由鸿海操刀 好 再来鸿海这一波涨 其实它涨什么 它涨AI骨 其实鸿海它这一波就是涨AI 你懂吗 好 那这一波没跟到 回撤 对不对 像我昨天讲的点 是不是像我所有的 跟我就是买安全 对不对 第一位接转强第一根 我就带我的家族成员 我们就进场 好 再来你看 昨天是不是144 我跟大家说 下一波会长的就是这个AI 有没有 鸿海 好 你看我上节目的时候 它是不是154 其实它尾盘好像涨到多少 最高涨到157 涨到9% 好 来你看 外资 你看外资 你看外资有没有 鸿海回撤的时候 外资还是天天的做买进 好 你看来 外资现在持股40% 所以外资跟我一样都是看好它 好 你看我买的位接多漂亮 你看我不是买在这里 我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大盘在20800点的时候 就在这里 我就有提示大家 有没有 大盘在这边的时候 有没有 你有没有印象 我跟大家说 我还是持续地看好今年的走势 但是不是所有手上的股票都安全 我们要怎样 把高位接的股转到低位接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现在大盘跌下来 对不对 跌下来 我第一时间带大家操作什么 龙头股 鸿海 来 因为它回撤 有没有 回撤 我认为它已经整理完成了 有没有 好 你看果不其然今天 有没有 昨天143接的 今天是不是就强势上涨 它KD才刚交叉 好 那因为这个鸿海 它有这个接到挥打 就是组装的订单 AI伺服器组装订单 好 那鸿海它会把这个 它的散热的组装壳给谁做 鸿准 所以呢 我昨天才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除了鸿海会长 红准我也是看好它 有没有 你看红准今天是不是还是持续上涨 对不对 好 来我们看一下红准 对不对 头信还是持续 其实红准除了有鸿海订单之外 我觉得头信作战股 头信天天买红准 红准是有机会的 你看红准我也是创高回撤 有没有 整理完跟大家 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你看今天是不是延武日线持续的上涨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 资金都在这个GB200 除了广达 鸿海之外 还有什么机壳 还有这个散热 今天的散热真的很强 来你看 散热今天的起红涨停 对不对 但我还是一样觉得这个 位阶太高 股价太高 对 双红也是 当我带我家族成员买什么 我们今天加码成名店 来看一下 你看今天最高 有没有 今天这个最强也是散热模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觉得很纳闷 老师 成名店 它不是做即可的吗 为什么你要买它 其实它跟这个广达 藏廷 你第一时间就要讲到成名店 你要想到成名店来 那个它跟广达 它合作开发什么 水冷机壳 水冷机壳 好 那它这个 水冷机壳是用在哪里 GB200 所以今年成名店 它营收会在成长 好 那这个成名店来看一下 其实它的产品 有八成来自伺服器 你们知道吗 今天这个广达说 它的今年的营收 它会有双位数的成长 那广达的营收 有双位数的成长 这个成名店 也有双位数的成长 来 你看 成名店它策略联盟有谁 技嘉跟广达 你看这个都是跟AI伺服器相关 所以对成名店来说 其实它订单是不愁的 好 那怎么说 我是第二次再买回 我们再做加码 来 我第一次是买在这边 有没有 买了之后 我在70块附近我卖掉 我这一段也赚二十几块 好 我们用这个来看 会比较清楚 有没有 卖掉之后 你看它创高回撤 它这几天整理完 我又再度买回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 它那个三月营收 其实它三月营收也是年增 月增 你看它月增九十几% 年增七% 所以我把它买回来 来 你看我不是一开盘 冲到七十多买回 不是 我是创高回撤 七十一块附近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把它买回 买了没多久就涨停板 来 你看这就是这样 我是创高回撤 有没有 今天一开盘 五日线附近做一个买回 如果用指标来看 其实它K值还在低档 所以后续还会涨一大段 就是说广达涨到哪 它就涨到哪 这个是非常有潜力的 好 那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老师 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今天散热很强嘛 对 那除了陈明殿涨停之外 其实有一档个股 我第三次加码它 好 这档个股 我说它是散热标兵 那是哪一档呢 休息一下 回来老师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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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关心您 欢迎回来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给我的家族成员 跟我给我light粉丝团的家族朋友都是最好的 你看哦 今天一大早我也帮我家族成员整理了今天的强势股在哪里 来你看 我跟大家讲哦 你看我一大早就跟家族成员说来 要跟我弯腰剪钻石 对不对 今天的资金在哪里 神盾集团 好大家都知道 其实神盾集团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但是我有什么安国 我也一直讲 我安国买在哪 我买在150 今天最高178.5 他还是持续的上涨 好除了神盾集团之外 还有什么 你看我一大早就讲广达跟鸿海 所以你看一下广达 好广达 对不对 一大早讲广达今天涨停 鸿海也是拉尾盘 2317 来你看有没有 所以我Light粉丝团家族成员 我敢说这一波看我的 加入我Light粉丝团的都赚钱 所以昨天不是有一个这个粉丝 他打来公司 他就说他这个比较过后 他参加别的老师 对这一波绩效都很不理想 所以他打算就是来加入我特别会员 好那我也问他 我说那你为什么在这几天 震荡的时候想要来加入 他说因为他发现 他说他参加别的老师 也是特别会员 老师在电视上股票奖的 每一档涨停都有 但是他苦苦等不到手上的股票 他都没有 他先来看我Light 结果发现 Light写的跟我电视讲的 他这个验证了 觉得都有获利 所以他觉得说 倒不如股票好多 Light写很多嘛 他就直接把讯息带在身上 这样子他会更安心 而且他第一时间 他就可以像我说的 买低 最低的时候他买得到 对 再来我说什么 买安全 吃诊断 好来 除了这次我们来看一下 买低有什么买低 来你看系统有没有 四字头 说好到七字头 系统今天最高有来七字头 你看他收七字头 好来你看说好的幸福 当时49代我家族成员介入 今天又七字头了 对 好那基本面不讲 因为已经来不及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当时系统怎么说 我说他复制制员的走势 对 制员当时跨组IP 对 股价从70块涨到400 好来你看我当时代我家族成员 对 我说买系统 大家怕到买市 老师 这我会怕 我说不用怕 因为他复制所罗门 你看你这个下影线你怕 但如果把所罗门 这个下影线拉出来 你会怕吗 他这个掌停打开 收下影线还长一大段 来果不其然 有没有四字头第一天买 第二天四字头再买一次 有没有第三天开盘再买一次 好第四天对 49到623了 对 你看是不是都沿着五日线上涨 有没有 49到63.2 对不对 好再来 49到67.5 是不是都沿五日线上涨 都好强 对不对 好那一天跌停623 我跟大家说 我持续的看好它 我没有被洗掉 所以你看 昨天到63.3 我也说我看好 有没有 好你看今天有没有今天来到七字头 所以这一支系统完全的像符合我说的 买低 买在49 买安全 我买的都有量 吃诊断 对这个系统波段获利有43% 好最后 对其实我准备超多股票的 好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 老师你的股票对 还续报或者你停你的来 你可以少我来的 或者打电话进来公司 我这个请我助理回答你就可以了 好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档个股 我已经来回做三次了 它这档个股 它是这个做水冷散热 它是军热片的 来它今年2月 它为什么开始出货给回答 B100 好再来你看 我当时我记得我说这档是散热标兵 时间来不及了 真的来不及了 想知道的就打来公司 你看我第一次带家族成员 是买来这别的30到47 第二次来50几到70 那今天又再买一次了 那我预计又会再喷一次 因为每次进场就赚30% 好最后来不及了来 我说跟我来我买低 我买的股票因为我很会宣估 对都会涨 所以我现在一样跟大家说 把手上的股票整理一下 对换股操作 跟我找一档好股票锁定它 对我带你第一档布局 然后就会什么 资金快速翻倍 来下一个阶段张武成的股票 我准备好了 想跟上打电话进来 明天准时带你进场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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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同步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